在佛州奥兰多附近 在弗鲁特兰公园出没的一群恒河猕猴 以各种方式欺凌居民 还有可能成为卫生上的威胁 一般相信 来自亚洲的恒河猕猴 是在30年代被观光业引进当地 但过去几周 它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住宅区 一位居民表示 曾经在私人的钓鱼码头 看到猕猴在闲晃 另一名妇人则宣称 有一只猴子会爬上它的橘子树 并把果实打下 有一天 它注意到有水从树上滴下来 但它抬头一看 却发现是一只猴子在尿尿 佛州鱼类及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 以警告居民别喂食猕猴 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带有 炮疹B病毒 该委员会表示 感染炮疹B病毒的人 有七成会死亡 但目前还没有人类 因为当地的200只猕猴 而感染该病毒的案例 不过许多人都被抓伤 或咬伤过 因此还是别去招惹那些猴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